直居来关心是目前在桃源地检署的最新情况 那么昨天的桃检到了269旅去拆毁了监视器之后 现在要持续的追踪 也过滤了1900个档案之后 要查清楚洪仲秋是不是因为特殊待遇而操死的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 这个主播黄一清来告诉目前的最新情况 一清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针对了洪仲秋的整个案子 桃源地检署已在积极介入侦办 而在昨天呢 他们来到军中把这个所谓相关监视器的 这个画面跟证物带走之后呢 也在积极的来进行了解 而在今天早上呢 桃检这边是表示说 在凌晨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做了一个约谈 总共有这个约谈了四个关键证人 就是要来移清这整个监视器主机相关画面的疑点 来看稍早的访问 那昨天本署讲官 也再度到269的营区 实地再次勘测 相关的传输设备 并且扣押 进行进一步的鉴定 那昨天晚上 本署讲官也漏页 证讯 重要的关键证人 有四名 与其早日 厘清 有关影带 及档案 画面 等相关的疑点 我们主要是针对 有发生相关的疑点 请他来厘清 以及来还原真相 谢谢 是刚刚有采集到指纹 然后发现说有删除的部分是跟这些人有关系吗 指纹目前还在鉴定当中 好像说听到说瞧一下 好 不过呢 陶姐这边表示 针对于外界线所疑虑的黑画面 以及这个是否有声闻 指纹的部分是否有进一步的进展 陶姐这边呢 是不愿意多做透露 只强调了 这个要等到整个调查结果报告出入之后 才会一并的对外公布 而不过可以确定是在昨天约台的四个人当中 之前被指引说所遭到这个要下令删除画面的政战 主任陈一鸣其实不在其中的 而稍后最新状况 我们会随时带您掌握 先把时间还给彭宁